8月30号开学日,吉安乡长游淑珍是特别准备了保温瓶和折叠仪等开学礼物 要送给国小和国中一年级的新生 希望孩子们到了新的校园环境,要能够做好各种准备 在师长的教导之下能够快乐地学习成长 8月31号开学日,吉安乡各国小和国中总共有865位新生 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使用的开学礼送给一年级同学 希望他们可以做好准备,在新的环境当中快乐学习成长 迎接865位新生,从一年级到七年级都是心肝宝贝 他们转换了一个学习的过程跟阶段 相信带来满满的自信跟未来成长,学习探索的一个创意 吉安乡公所特别准备了开学好礼,要来鼓励孩子 保温屏希望他们建立照顾自己的能量 也带来了不再用一次使用型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议题 他们可以随手坐的椅子,可以带来回家之后 甚至在学校更多的亲情还有同侪之间感情的交流 跟照顾自己的一个点醒 所以相信吉安乡公所是大家的好朋友 无论是孩子,引发的老人,各式各样年龄阶层的孩子们 跟我们的老大人,以及不分族群的乡亲 都是我们必须要善尽照顾的职责 恭喜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 把温屏、轻便折叠椅都是非常实用又贴心的物品 各班新生代表上台从乡长手中接过领悟 同时乡长游淑珍也制证奖学金 给今年度宇文竞赛当中代表花莲县参加 全国赛的吉安乡优胜选手 也预祝他们可以有杰出表现 为自己、为学校、也为花莲来争光 借旅会吉安乡报道